屏东黑鱼鱼到目前为止总共捕获4371位 创下13年来的新高 只是碰上疫情搅局 三级警戒无法内用 价格雪崩式下滑 拍败价从平均每公斤2000元 跌到现在只剩下149元 创历年新低 过去在渔民还有店家眼中的黑金 如今因为疫情 身价暴跌 一刀切下黑鱼鱼粉嫩色泽 光勇看得就令人食欲大开 以往摊饭前大排长龙 现在人潮稀少 往年来说这种东西有在外销日本 可是你现在疫情比较少 所以价钱就会比较落下来 因为余货都寄在台湾 师傅的无奈全写在脸上 今年屏东黑鱼鱼记 三月底补货第一位 寒价每公斤2000元 没想到五月疫情爆发 价格雪崩式下滑 跌到只剩100多 创历年新低 因为疫情的分析 价格虽然下滑 偏偏今年补货量 截至目前总共4371位 创13年来新高 量多价跌的情况下 有的店家进了货 卖不到十分之一 母亲节前后陆陆续续进了60条 在母亲节左右 已经销售差不多四五条左右 其他的50多条 我们就把它冷冻保存 超低温它的冷冻 大概是在-50度以下 一年多两年多 它的品质是绝对都经得起考验的 打算疫情过后 在解冬贩卖 本想趁着黑鲑鱼既进或备量 却碰上疫情来搅局 三级警戒无法内用 只好改做外带外送 拼点生意 往年的黑金 如今只要不赔钱 就是赚了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道